人鱼想看用户揭露王一博粉圈 人鱼想看用户揭露王一博粉圈 40岁以上占主流 妈粉比例惊人 王一博是目前备受瞩目的年轻偶像之一 他的粉丝圈也备受关注 那么 王一博的粉丝圈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虽然王一博的粉丝看起来很随和 但实际上他们非常活跃 尤其是在购买代言产品方面 王一博的代言能力非常惊人 商业价值也很高 他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购买相关产品 并促进了品牌的宣传 那么 这些优秀的粉丝都是哪些人呢 最近人鱼开通了想看模板 揭示了王一博粉丝的画像 在所有用户中 男性占比位7.3% 而女性占据了绝大多数 高达92.7%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女性都是十几岁的学生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 在年龄分布中 40岁以上的用户数量最多 他们是王一博粉丝圈中比例最大的群体 30-34岁和35-39岁的用户数量差不多 而20-24岁和25-29岁的用户数量也相差无几 口中所说的学生数量 即20岁以下的用户 仅占总数的5% 远低于其他年龄段 而在众多粉丝中 基本上都是大学生 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位86.2% 远远超过本科以下学历的人数 这些年过四旬的粉丝 看着年仅26岁的王一博 仿佛在看自己的儿子一样 他们对王一博的喜爱和支持使他 在娱乐圈中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影响力 从十几岁开始出道 去韩国练习街舞 回国后因为参与天天向上的固定主持 而在机场高兴地对粉丝表示自己的兴奋 吃掉小孩子剩下的饭菜 毫不犹豫地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捐款捐物 甚至亲自前往灾区救助人民 这种朴实和接地气的性格特质 使他与粉丝们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和亲近感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界的艺人 更是一个温暖且自信的年轻人 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众多人的支持和喜爱 他的出色表演和真实个性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 每一次他的言行举止都能让人感受到心灵的触动和温柔 王一博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音乐和舞蹈才能 更在于他的真诚和善良 他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更多的人 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 他展现的热情和活力 为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正能量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一博会继续以他独特的魅力 征服更多观众的心 成为娱乐界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王一博的粉丝中 有很多妈粉 因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王一博出现在公众面前 总能看到他被PS成各种各样的小宝宝 也经常被各路粉丝称为儿子 毕竟 根据年龄来看 这些粉丝真的可以是王一博的母亲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一博在代言方面的战斗力惊人 他能够在代言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而那些声称40岁以上的妇女 无法应对各种软件投票的说法也就有了依据 毕竟 并非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都能够像这些粉丝一样 熟练地运用各种软件进行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